好了,今天就試用這些工具來畫這個Pumping SIGEMATIC 就看看用最快速度來看看用多久可以完成這張SIGEMATIC 現在是11點04分,開始了 一開始有理沒理,先畫了地上的線 接著就畫邊界 畫這張圖最好由下畫到上,由左畫到柚 先不要畫流層線,因為會很難遇到位置 這樣就畫了兩個雜製在Under環 一邊就是政府來水,另一邊就是入大廈的來水 之後就畫兩個水錶位,一個檢測錶位 水錶最小的就放最上,由小至大,由上至下排列 最上那個就是15mm水錶,就給一樓二樓的會所藍類似 中間的水錶都是15mm,那就給這個二樓的冷氣補水缸 最底的就是檢測錶位,40mm 最底的檢測錶位,首先是一個雜製的檢測錶位 最底的就是指揮法,上面那兩個可以用皮心製,所以就沒有指揮法 我的雜製都是隨便用手畫,都不可能用間尺畫得很漂亮 所以一定要用很快的速度去畫,所以雜製畫得不太漂亮 接著就畫上水綱,我用這把間尺畫正方形的 然後就畫這個水位,然後隨便畫兩個豬膽給它 水缸有一個椅子,我畫一個椅子,然後尺寸是25mm 把檢測錶位的椅子,然後尺寸去水缸 中間也要加一個雜製,在一個缸前的 喉尺寸我定54mm,是銅喉,我不會寫80mm,因為是DI喉 DI喉寸到時寫物料又要寫多樣,所以我只用銅喉 接著就雜製,水缸出水,接著就開兩邊後,就畫上水泵 泵就是中間就畫泵,兩邊前後出入就畫回雜製,接著就駁通它 泵的領域都是畫個圓圈,畫個三角形 千萬不要在那裡刁花畫那些按鈕,如果你慢慢畫好 是會很浪費時間的 兩個泵出水,就駁通它,這條就上水喉 我就由右邊畫上去左邊 這條都是54mm,再畫箭嘴 接著可以停一停,就可以在上面畫條線 我先把地下畫畫一條線,這一層是一樓的 撿一撿,再畫水缸的overflow和 warning 批 入水是54mm,overflow是大一級的,是入水的大一級 所以就是65mm,另外那條 warning 批 要寫明是警報喉,接駁到公眾位 水缸出水都是54喉 標尺寸,標尺寸下去 畫上箭嘴 這兩個水泵是食水的上水泵 然後我就開始畫一樓的會所藍類似 一樓,藍次就有兩個洗手盤 類似都是兩個洗手盤 那我就先畫這個洗手盤 接著就畫龍頭,龍頭就是畫一個交叉的 下面就畫曲直按鈕,曲直按鈕就是一個圓形和一個交叉 上面就標尺寸,這個是回所藍次 旁邊就是回所的類似 那就copy兩個洗手盤去旁邊 畫同一樣東西 講一講考試 考試是100分 Apart就40分 Bpart就60分 那Apart就是要畫這張試的Matic 基本上Apart就盡量要回答完 Bpart應該我記得好像 今次5選3 5選3 要答3條的問題 每1條是20分 好,那我就畫回 那條來水喉 你有一個按鈕 tit 控制住每一間廁所 基本上男士女和女士都是一樣 都是一條喉入 有個總掣控制著兩個洗手盤 接著就搏通水錶位 最高那個組喉 如果喉經過一些鎖位 就盡量用一些麻套 去跨過去 接著就畫回二樓的線 二樓和一樓一樣 都是有一個會所的男士 和一個會所的類似 那就跟一樓一樣 另外二樓都會有一個 五千L的冷氣補水光 這個都要畫上去 這個補水光是駁水錶位 第二中間那組 我都要畫上去 水光的水錶 我都要畫上去 水光的水錶 和 水光的水錶 和 水錶 水光的水錶 也有一個 水光的水錶 以及 水光的水錶 和 水光的水錶 和 水光的水錶 三樓一樣 都是寫回 警報後 接駁至 公眾位置 bob大家 先把水錶 有一點 才能畫在 水錶 是 尺寸 重了 水錶 九點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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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的是54厚 這54厚是給住宅用的 住宅用上天台的碎缸 樓層是3樓至20樓 3樓至17樓是用窄水的 有三個單位 單位A、B、C 每個單位都有一個星盤 一個洗手盤 但是這層窄水應該不用畫 那我先用圖鋁圖 因為畫結具應該是要畫最高的層就可以了 下面那些就不用畫的 下面那些就寫個字 與20樓相同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在這裡純粹畫一條線 這條喉只是畫個雜製可以了 然後畫一條蛇仔 這條喉就是窄水的 是天台窄水 比3樓至17樓的 那我在18樓至19樓 另外再畫一條蛇仔 一個雜仔一個蛇仔 那這個呢就是經 經加壓泵 供水比17樓去到20樓的 那這層就是20樓 畫多一層 那我就會在20樓那一層畫完結具出來的 另外18樓去到19樓就寫 寫回與20樓相同 那3樓去到17樓一樣 寫與20樓相同 那就當是20樓 就畫了所有東西 那我另外就畫上 畫上去後上去 最重要是由下 整張圖 由下滑到上去 那這個牌位就會容易掌握一點 好 20樓就畫上 首先要畫上按鈕 然後再駁回到水錶的位置 水錶的位置有三個 因為是三個單位 單位A 單位B 單位C 那就是 每條 每條尺寸是22mm 所以 那個 那個 按鈕就是皮心按鈕 畫上一個水錶 那就開始畫上 那3個單位的結具 每個單位都有一個 星盤 一個洗手盤 那些結具都不用畫得漂亮 慢慢畫都沒有用 畫得漂亮會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純粹都是 用手 很快地畫一畫出來 接著就畫回一些龍頭 單眼水的 星盤都一樣 跟那個洗手盤的龍頭一樣 很準 就把這三個單位 A單位 B單位 和C單位 的 上面 就 標回清楚 下面 下面就畫回一些曲尺按鈕 曲尺按鈕 曲尺按鈕 都是一個圓圈 一個靠叉 中間一個靠叉 就完成了 接著就是 接著就是 畫一條喉嚨 我會分兩條 站起來給他 因為 廁所 和廚房 是分開的 所以我不會兩條 在一起 每一個結具都會有一個雜誌 接著就 博通它 B單位一樣 都是這樣做 然後 展示 在一起 中間 在一起 補營 也 我會分開 你 有 接著就搏通水錶的位置 水錶的三個 但是我先改一下 因為每個單位都會有一個總鍵 每個單位都會有一個雜錶 水錶的位置都會有一個雜錶 每個單位都是22號就可以了 直接畫到天台 天台就有一個直水錶 這個直水錶負責摘水錶給樓下單位 主要有輕召喚 作為一大件好 開兩組喉 畫一樣的 中間畫一個泵兩邊 畫一個閘仔給他 說回一點點 如何定入每個單位的喉尺 通常一個廁所是22喉 兩個廁所是28喉 三個廁所是35喉 在香港也很少去到三個廁所 如果去到三個廁所的話 應該是豪宅級的 在加納泵那裏 寫清楚這個是吃水的加納泵 抹出水的大小 窄水那條 比3樓去到17樓 我就定是42mm 加抹那幾層呢 就用35mm 另外就畫水乾的水位啊 豬膽啊 給他 一樣啦 畫回 overflow 和 warning pipe 那入水是54mm 那大一級 都是65mm overflow是65mm 都要寫到 警報後接駁至公平的廁所 放在公眾位置 下水的喉是42 Booster的喉是35 上水的喉是54 然後就開始畫洗地龍頭 我延長每一個流層的線 因為都不夠畫 畫的時候都是畫蛇仔在每一層 只是畫洗地龍頭在20樓就可以了 在每一層寫回 與20樓相同 跟住宅畫一樣 這條就是窄水的主喉 洗地龍頭就是 水就來自 這個天台的 洗地水 江 這條水是向下的 我定這條尺寫是28mm 每一層畫上個字 畫上蛇仔就可以了 出水是28mm 這條就是水江 水江的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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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樓那裏就 畫上洗地龍頭 洗地龍頭 就有一個雙 有一個交叉 在中間裏面 那我每一層就寫回 與20樓相同 除掉 借水 10樓 9 煉髮 Legends 燥 18到20樓是加壓 另外也有一個壓力股在這裏 另外就是洗地水的來水 在加壓的組合 加壓喉那裏 T一條喉經過20樓 會開個錶位給他 這個錶是洗地水龍頭錶 然後加壓給天台的洗地水光 這個就是洗地水的入水路線 有個雜誌 直接駁回洗地水光 有個波曲 然後畫水光而畫的東西 例如水位 生口 豬膽 還有Vampy 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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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開始 有個大小的 龍頭給他 滑完所有捏盡之後 計算水光的容量 水光容量怎麼計算呢 首先要知道 單位的數目 知道單位的數目 頭10個是135L 其餘的就是 90L每個單位 第二要計算 洗地水的容量 容量就是 每個洗地龍頭 就是45L 一個 在這張事件 我漏了 我漏了 回所的8個洗手盤 其實那8個洗手盤 每個都是45L 知道所有的 結具 容量 就可以計算上水光 和落水光 的容量 上水光的容量 總容量 就是 總容量的 四分之一 而落水光 就是總容量的 四分之三 總容量的四分之三 就是 尋規定 這樣 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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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會寫物料 物料就是用什麼物料 配件是用什麼物料 物料的尺寸是直徑22mm至54mm 用銅猴 標準是BSEN1057 而配件是BSEN1243 接駁方法都要寫出來 就是用軟刊接駁 就是用軟刊接駁 和軟刊接駁 都OK 好,就完成了 現在是11.45分 畫的時候是11.04分 大大話話都用了8個字去畫這份圖 看回 圖右上到下